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一章 德奥斐罗君座 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有许多人 依照那些自始亲眼见过 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 着手编程的技术 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 随利益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 为使你认清给你所讲授的道理正确无误 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 阿比亚班中有一位司机名叫扎加利亚 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 名叫伊撒伯尔 二人在天主前是一人 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理规行事 无可指摘 但是他们没有孩子 因为伊撒伯尔素不生育 两人又都上了年纪 正逢扎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 在天主前进司机的职务时 按着司机的常力 他抽中了签 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 献香的时候 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 有一位上主的天使 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 扎加利亚一见惊慌失措害怕起来 但天使向他说 扎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蒙英允 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若汉 你必要喜乐欢愿 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 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 淡酒浓酒他都不喝 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 他们的天主 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 在他前面先行 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 使背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 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 扎加利亚遂向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比额尔 奉命来向你说话 报给你这个喜讯 看 你必成为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 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 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 百姓等候扎加利亚 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 即至他出来后 竟不能与他们讲话 他们这才知道 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 他已成了哑巴 只给他们打手势 他供职的日期一满 就回了家 几天以后 他的妻子伊撒伯尔受了孕 自己躲藏了五个月 说 上主 在眷顾的日子 这样待了我 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比额尔奉天主差遣 往加里雷亚一座名叫 纳扎类的城去 到一位童贞女那里 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 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定了婚 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向她说 万福 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 你是蒙祝福的 她却因这话 惊慌不安 便思虑这样的请安 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前 获得了宠幸 看 你将怀孕生子 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是伟大的 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 要把他祖先达位的玉座 赐给他 他要为王 统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远 他的王权 没有终结 玛利亚便向天使说 这事怎能成就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天使答复他说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 要避应你 因此 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且看 你的亲戚伊撒伯尔 他虽在老年 却怀了男胎 本月已六个月了 他原是俗称不生育的 因为在天主前 没有不能的事 玛利亚说 看 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 急速往山区去 到了犹大的一座城 他进了 扎加利亚的家 就给伊撒伯尔请安 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 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 伊撒伯尔虽充满了圣神 大声呼喊 在女人中 你是蒙祝福的 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 无主的母亲 驾临我这里 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 看 你请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 那信了由上主传语他的话 必要完成的 是有福的 玛利亚瑟说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 我的救主 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 今后万世万代 都要称我有福 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他的名字是圣的 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事 赐予敬畏他的人 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 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 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 是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 直到永远 玛利亚通伊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 就回本家去了 伊撒伯尔满了产妻 就生了一个儿子 他的邻居和亲戚 听说上主向他大师仁慈 都和他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天 人们来给这孩子行割损礼 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 叫他扎加利亚 他的母亲说 不 要叫他若翰 他们就向他说 在你清竹中 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首饰 看他愿意叫他什么 他要了一块小板 写道 若翰是他的名字 众人都惊讶起来 扎加利亚的口和舌头 立时开了 遂开口赞美天主 于是 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 这一切事 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 凡听见的人 都将这事存在心中 说 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啊 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 他的父亲 扎加利亚充满了圣神 遂预言说 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 因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 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 正如他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 所说过的 拯救我们脱离敌人 和仇恨我们者的手 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 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蒙月 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 亚巴郎所宣述的誓词 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 无恐无惧 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 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 至于你 小孩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 为他预备道路 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 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佑 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 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 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 并引我们的脚步 走向和平的道路 这小孩渐渐长大 心神坚强 他住在荒野中 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